哈囉 大家好 我是大師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下訂閱按鈕 訂閱按鈕跟鈴鐺 這個就是我IG FB還有Twitch 好 那今天這個影片是 在天際節手遊官方的 微信這邊有提出一個 情報 新版本的英靈齁 這次是曹無名 然後曹無名官方給一個名字叫曹慶 然後跟黎幽齁 主線人物的隱藏身世 那這個 大家應該都知道了啦 所以就簡單 簡單 大家看一下吧 那如果下週好像是5月6號 欸 是下週嗎 欸 下下週 5月6號會有個全新版本齁 那就是登場兩個英靈齁 應該是可以抽到吧 應該都應該都 都這樣講應該是可以抽到 不知道這一週的卡池是不是 就是這兩隻齁 那技能組還沒有釋放出來 不過我們就拭目以待吧 然後這個曹無名的裝扮好像完全都換掉了齁 那希望之後的遊戲劇情的模組會不會跟著換呢 欸 不知道 好 新版本中的曹無名換了一個全新的實裝齁 更符合他 果感的俠女品性 好 那 這邊是他的戲劇圖齁 那曹無名這個人呢 就是 佑林的時候呢 則已經作為皇城寺的密談了 然後 以契爾的身份在諾大的將軍府中 然後跟著跟隨著送老將軍無名的朝夕相處 朝沁已經被 其正職的為人所責服齁 此生追隨於老將軍的麾下 變成他最大的宿願 但是無靈被巢中的小人害死之後呢 他又要前往何方 那些進入皇城寺之前的幼石記憶 逐漸清晰了起來 蟹海中浮現那些四象門重的嘴臉 以及幼石遭青梅竹馬屠戮至新史的場面 幼石遭青梅竹馬屠戮 嗯?這邊看不太懂 幼石遭青梅竹馬屠戮 幼石的青梅竹馬就可以屠戮他的家的門人 呃家中的人喔 那也太厲害了吧 幼石 嗯?這句話怎麼怪怪的 還是 還是我理解有問題 好我們看一下曹沁的語音 野狗並非怯懦 不要輕易去觸碰他們的怒火 即使他們喘著氣 血流不止 也要拼了命撕咬敵人 這就是他們的血性 OK 跟呃 拼音是沒什麼問題啊 好再聽一次好了 野狗並非怯懦 不要輕易去觸碰他們的怒火 即使他們喘著氣 血流不止 也要拼了命撕咬敵人 OK 這就是他們的血性 OK好 然後相關人物就是跟曹文明有關 就是吳靈啊 就是吳老將軍齁 可惜後面就是被小人所害 再來就是業長們齁 就是圖滅瑜伽家的 的人 然後是 幻花劍牌的 幻花劍牌怎麼 那 好 這次還有一個 登場的是黎幽齁 好 黎幽就是 其實黎幽的生死身份 就是羅國聖女啊 那就是在一觸懸崖邊 救下的這位 抑鬱姑娘齁 在祖先劇情 不知道哪一張 然後被主角的 主角異形的人 就是遇到了 黎幽這樣子齁 然後在 之後的 余希意外被害之後呢 他跟隨著阿良等人 進入地界復活余希 但這一次 他又下次尋找了什麼東西一般 好 我們聽一下語音齁 風薩薩西 木霄霄 師公子西 土靈 好 然後 與黎幽有關的 就是幽皇先生啊 不過就是 已經跟幽皇先生的關係 已經變得 變得越來越複雜 我到現在還是看不懂齁 好 黎幽與玉石良一行人 在江湖中 看到這一位少年 即使 與所謂的正派為敵後 也不放棄首位昌盛的重擔齁 那黎幽覺得 越發越有趣 好 那 新英靈的職業技能 將在下週三次公布 喔 所以是5 4月 而且 28號跟29號就看到了齁 我還蠻期待的 我原本以為是 黎幽跟硬無邪先出來啊 結果是 曹無銘跟 黎幽 好 那我們下週 三次再跟大家 分享 下週三次 曹無銘跟黎幽的 技能情報啦 感謝各位 希望大家會喜歡這支影片 喜歡我的頻道 記得按一下訂閱按鈕跟鈴鐺 記得追蹤我IG FB還有Twitch 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掰掰